東京一向是潮流指標 來到東京當然是最新玩最潮 有沒有想過只要在東京乘40分鐘火車 就可以穿越到江戶時代 感受一下200年前的日本風味呢? 穿越、Kawagoe 至江戶時代就是繁華夏丁 有小江戶之稱 市內的歷史建築、文化財產 是關東地方僅次於兼倉市和日光市 今次請各位同學 陪Sensee一起去穿越小江戶 由東京去穿越總共有三條路線 Sensee今次選了東武東上線 還買了外國人限定的 穿越Discount Pass Premium 不單可以全日任搭 東武東上線的火車和巴士 去到穿越還有很多店鋪優惠 輕輕鬆鬆來到穿越 一出車站認住這個Adler 然後落樓梯去到巴士站 搭1號或2號巴士 不用20分鐘就會來到江戶時代 來到穿越第一件事 一定是來這間古風Starbucks 喝杯咖啡打下卡 這間在中塔時之中隔離的和風Starbucks 是18年3月19日開幕 外觀內圍都用了棋肉原產的柵木來興建 裝修飾正在自然光 特別舒服 來到江戶當然要換一套和服 入鄉隨俗 這間美美鎮都算是這頭 盛價比最高的和服店 一個人$85元就幫你穿和服 穿著和服玩到5點 一早來就可以玩足6個小時 這裡不單止充滿江戶時代的藏造建築 還有很多賣懷舊的雜貨股東店 相比於京都的優雅 這裡更加有夏丁的味道 想進一步感受一下夏丁的風情 就要來到這條果子屋環丁 這條街自明治年代已經是糖果零食街 還有很多超和的懷舊糖果泰果子店 這些有檸檬糖送的玩具 小小看得多了 這隻豬名原來要配梅子醬來吃 真是長知識 穿越以前是盛產番薯的地方 現在就變成番薯的加工地 在這裡有很多番薯的小食 今次Sensee就推介兩款給大家 先來這間徐善亭 樓上是餐廳 樓下就是賣這款三角形的番薯小食 胡太郎 好像在吃超農蜜的梅番薯 新鮮出爐趁熱吃 秋冬季真的沒得輸 這間果醬右門 拿著穿越Discount Pass 來買這裡的胡亂還有優惠 番薯蓉加上北海道紅豆餡 再用珊瑚加糯米搓成薄皮 蒸成饅頭仔 咬下去煙韌 吃下去都挺清甜的 村越的掃街小食實在太多了 吃飯前都忍不住掃一串 避製味增燒雞 味增甜甜的有多惹味 江湖時代起 村越人就經常吃鰻魚 這裡很多鰻魚店都是百年老字號 今次來這間UNAKO 前身是做番薯飯起家 這裡最出名的就是番薯鰻魚飯 鰻魚燒得很香 沒有細骨 配上香甜的番薯 想不到會是這麼match的 少女們來到村越 一定不能錯過這一座以求恩緣文明的 村越冰川神社 裡面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戀愛護身符 有紅線圓筆 還有這個好拼的 鰻魚戀愛籤 記住紅色是用來求平安 粉紅色和白色才是用來求恩緣的 這裡還有聽說超靈驗的許願繪馬鎮 加上這個風靈鎮一定心想事成 一場來到東京又怎會這麼快走 下一集和Peggy先生一起快閃東京晴空塔 推介TOKYO SKY TREE美景酒店和餐廳 還介紹Sense推介的五大Sky TREE必須地點 約定各位同學下集見 またね!